谈谈是瑞星 因为上个星期公布了业绩 其实第一季多赚9倍 大家都知道基数效应 因为去年有疫情的情况 我们跟2019年的同期比 其实那个盈利就上升了2.3左右 大家很关注它的毛利率 就上升了8个百分点 有星学和光学两方面的毛利率 星学的毛利率升了11个百分点 光学的毛利率就升了18个百分点 其实公司也有预示一下前景 就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海外主要客户的销售旺跪 原本平时就在第四季 但现在看到的数据 或者收入和盈利 就放在今年第一季 加上多个业务 他们在Android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就上升 推动整体他们的收入 都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你看这个比较大的增长的趋势 能不能够持续呢? 这个大增长趋势 能不能够持续呢? 可能会比较难 因为刚才你所说的 有个基数问题 令到盈利增长不快 收入你可能两成多 当然这个营起 当时也说过了 所以这个出出来的业绩 其实也合乎预期 不算太大惊喜 可能市场比较高兴收货 就是它无理得终于升 等了四年了 等了四年之后 终于可以直接回升 其实也可以反映 它的光学产品 其实真的 对盈利率有些帮助 所以这次最今年 或者是今年 对瑞星宁说的最可观 就是希望 期望它的光学产品 能够对盈利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 这个期望 应该有很大机会 是落实到的 因为瑞星的光学产品 其实早前 大家都记得 它也有几个股东 入了股 在投资的光学产品里面 包括两个手机生产商 小米 即是广东亿动 所以你说 它的产品一定有买家 今次公布 新的产品 说光学镜头 来自一个 波数混合镜头模组 其实这个首次应用 买家都是小米 在四份 它是出的手机 红米 用到这个产品 所以你说 今年来说 光学产品 管理层 它说的目标 其实应该做得到 不太难 因为它的客人 就是它的股东 所以这个很简单 大家知道 所以我觉得 瑞星过去几年 受到市场竞争 令毛利率不停下跌 以往指标 是40% 现在和毛利率40% 差很远 但至少至少跌回升 今年来说 瑞星的前景应该挺稳定 但你要留意 刚才也说过 手机市场 一向的黄季 就是第四季 但是今年 因为这些特别的原因 去年疫情 令到很多的 demand 延迟到今年的首季 令到今年的首季 令到今年的首季 很多的大牌手机生产商 都不停地 烧热一些小米 也好 甚至是苹果 自己本身也是 所以令到第一季 也是一个 刚才对比2019年 也是一个很突出的增长 但到第二季 可能那个 所谓的 能够持续 可能成功 真的未必 一来是基数的问题 二来是手机的循环 可能去到第三 第四季 才是另一个高峰 所以接下来 整个市场的气氛 会稍微 冷静下来 可能沉静一点 当然业绩是好的 起码 至少 这么完美的跌幅 应该都可以暂时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就是